为喜迎2022农历新年和北京冬奥开幕 南加州华人华侨社团联合举办的虎年春晚 将会于1月15号晚7点在洛杉矶圣盖博剧院演出 本次演出获得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支持 由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区大联盟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世界粵节聊华人团体联合会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合会共同举办 南加州众多的华人社团联合协办 我们的主题就是迎新春庆冬奥 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机会 把所有的就是我们南加州的朝团 一个联谊的机会 然后呢这个庆祝我们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华人这个 迎以为自豪的冬奥 这就是我们的主题 本次网会的主题是迎接2022年中国农历新年 和庆祝北京冬奥的开幕 在网会组委会的领导下 目前网会节目准备和演出工作进展顺利 很多中资机构和社区领袖 也纷纷表示会鼎力支持此次盛会 我们希望这台节目呢 能够体现我们在外的华人华侨 凝聚侨星 汇聚侨利 为祖国天砖交往 并且助力我们的冬奥 本次网会的举办是 思乡爱国和传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 是促进美中文化交流和友好的一次实质行动 南加州多达66个社团和公司 加入到了主办和习办行列 充分彰显了南加州华人侨团团结合作 凝聚侨利 为侨服务的宗旨 本次春晚的演员阵容强大 我们邀请到来自两岸三地的 优秀的国家级的艺术家助力演出 同时我们唐一舞访作为演出团队的主义军 将派出100名优秀的大小舞者 参与其中 本台晚会有许多优秀的原创作品 首次登台将与观众们见面 参加本次演出的唯一团队 包括美国唐一舞访 美国纽约大都会科剧院 美国Revolution Dance Studio 美国和贝古征学团征乐团 美国好莱坞学院 美国青少年金剧艺术团 美国优异music优异音乐 美国少林文化中心 美国洛杉矶雕龙师社 美国华人体育家协会 美国雅各合唱团 美国加州爱乐艺术团 美国洛杉矶艺术体操学校 Rhythmatic Domestic of Temple City 等凤凰卫视 孙嘉义 洛杉矶报道